老師呢,我這邊有把那個統計的結果開放出來 所以您可以先重整一下您的這個網頁 重新整理一下您的網頁 那重整完之後呢,你重新回到這個任務裡面來 重新回到任務,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進度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就知道為什麼剛剛說大部分老師都完成了 有沒有都看到了 有打勾的代表有膠卷 有膠卷不代表一定過關喔 那這個是很明顯沒過關的,對不對 再來,人在走的表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設定每個教材有一個完成條件 也就是他已經有在看了,但是還沒完成那個條件 達到那個時間,所以他還在努力中 有沒有看到老師很多還在看影片嗎 因為影片大概完成98%不可能全部看完了 對不對,像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 那不只是這樣,如果你只有看到這樣 那沒有什麼 可是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練習題 因為我們要的不是只有成績嗎 成績只是一個數字 可是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你看這位同學教了兩次有沒有,才過關 那交兩次才過關沒關係啊 可是我可以看到同學之前 喔,他有錯一題有沒有 點進去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他是錯哪一題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我們今天翻轉學習的工具在於什麼 不是只有那個數字出來就好 我要知道他是錯哪一題,為什麼不會嗎 那這個是針對 既然叫練習題,就是他可以做N次啊 所以我不怕他做N次 但是他如果是突然 本來對兩題 然後後來又剩對一題 然後最後一次又對三題 老師可能就要懷疑他可能用菜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看個人的 我們還可以看什麼 看整班的 你看這裡 整班的 有分 我是用最後一個角角的來顯示 還是用最高分的 就是每個人有可能有最高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或者是第一次角角的 那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我按一下第一次角角好了 好 第一題大家都對嘛 對不對 沒有回答的沒關係 你看 只有我剛剛特別寫馬路嘛 對不對 我可以知道 我們班 答體的情形 我不要針對個人 我從整個班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容易了解 整個班的進度 對不對 學習的狀況是不是就 比較一目了然 會清楚一點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 二十四節器 那你應該知道答對兩次的 這個的話 怎麼辦 哈哈 這個有時候是 他一直按一直按 哈哈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答案嘛 請問二十四節器到底是農曆還是國曆 當然是國曆啊 一個月有兩個節器 跟太陽有關係的 中秋節 重陽節 就是什麼 農曆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像這樣子練習題 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 再來 這個跟 第三跟第四是投票題 你看點進去 有沒有 怎麼樣馬上測驗就出來了 統計組就出來了 統計組就出來了 不要再往下看 往下看就知道 哈哈 大家回答 但是我們看統計 你看 哪一個不是 鮮味 大家怎麼對鮮味這麼討厭 證券答案是 這個耶 辣味 因為辣味是什麼 痛絕 所以最近比較冷的 你吃那個麻辣火鍋 你就知道身體說 好痛好痛耶 你怎麼跟他講 好吃好吃 鮮味是日本提出來的啦 他鮮味其實比較像我們 那個什麼 臭臭味 我們不是都有用什麼 鮮味大師 提味大師 那種有沒有 就是像我們以前那個叫做 味精啊 他有一點點很淡的臭臭 就那個 腥味 那個叫鮮味 所以 這個是這樣 那剛剛可能老師沒有特別留意 其實我在這邊啊 您進到這一題的時候 我們上面 我都有一個說明 你看這個 這個 一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都上面有一個說明 有沒有一個單元說明 我都很仁慈 我都有寫正解在哪裡 只是大部分大家都讓我了解 但是都沒有真正了解 對不對 那您了解齁 好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那另外一個呢 那個影片題 看一下 哇 糟糕 沒人答對耶 你應該知道答案是哪一個吧 怎麼大家都覺得 怎麼大家都覺得 我沒有特別 故意 誤導一下 就這麼多人選這裡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正常反應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是寬度 實際上是什麼 高度 實際上是高度 所以您在看這一題的時候 您看這邊 我們一般在看這個影片 您所看到的這個 品質 這個240是320乘240 接近VCD 因為VCD是352乘240 那360就是640乘360 就是像我一般有這些網頁上面 不是有把那個影片放在裡面嗎 差不多是那個大小 480就是720乘480 這個大概是DVD的 DVD的 那如果您是720 它就是1280乘以720 可是您會發現 只要是720以上的 它後面就有紅色的HD 那麼如果是1080 這裡指的就是1920乘以1080 這樣您了解了 反正後面就繼續在網上 所以這邊指的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那您透過這個方式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容易理解 對不對 我們統計是馬上就出來了 嘿 那您就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那至於說這個塗鴉題 你看 只有兩位老師有教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不小心是錯的 上面是要奔門 所以 一恰身就是這裡沒關好 幽門是在下面 所以有些 有時候如果有順序的 比如說一二三步驟的 那我們如果用選擇題要考 其實比較不好考 你就可以用這種所謂的塗鴉題 塗鴉題是不是就相對這種 懂不懂就可以馬上看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那影片題應該就還好 你看 我們來看 喔 這裡 你看 老師都是跳著看的有沒有 你只要這位老師跳很遠有沒有 他還跑到後面來看一下 我怎麼知道他看哪裡 等一下去 喔這位老師已經看到這裡了有沒有 這樣有了解嗎 不只是知道同學看哪裡 他如果其實您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說他的顏色有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大致上大家不會看第二次第三次 如果他顏色比較深 表示什麼 他有看多次以上 他有看多次以上 所以 老師如果你真的要出題目 你要出哪裡 蛤 出他沒有看的啊 出他有看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就可以很清楚 大家回去閱讀的這種情形 像這位老師就很認真一直給他看到這邊 哇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的那個影片題的部分 那上傳檔案這個應該就還好 上傳檔案的部分其實就還OK 那您這樣體驗過這些測驗提醒之後 有沒有發現跟我們傳統的稍微比較不一樣 最重要是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老師可以更清楚知道同學的學習狀況 因為這個在傳統教室裡面 我們常常比較不容易掌握這些資訊